网路搜寻鞋子跑出来的近视能360度旋转模型 Google积极抢进AI聊天机器人 母公司Alphabet最新出路的第二季成绩单也很不俗 关键领域都夺下胜利 云灯服务需求稳健 广告收益回温让营收冲上746亿美元 年增率7% 获利184亿美元 EPS1.44美元 都是超预期的表现 盘后股价更是一度强涨7% 但同天公布财报的微软 表现却成了两样情 微软第二季财报营收561.9亿美元 年增率8% 获利200.8亿美元 EPS2.69美元 是史上最高 整体表现也超乎分析师预期 但盘后股价却还是大跌4% 就是因为云端服务业绩 成长趋缓 微软财务长则积极安抚稳均心 强调Edra营收成长 其实已经未处于他预期的目标上缘 而虽然客户购买云端产品服务之后 不会很快升级或寻求优化 但他认为这现象 接下来对营收的冲击程度将会减弱 而台湾的ASIC厂资源 法说会则有好消息 资源现在已经不好举了 而且可以目前看起来 从今年开始 应该可以同时吃到这三次的典范 典范的这个市场 AI应用遍地开花 商机无限大 市场也期待能早日反映在 营运表现上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台湾英雄全民加油 体育盛事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